一鸣二运三风水,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名利讲堂,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凌晨三四点睡不着,说明身体出问题了。 良好的睡眠是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,正常情况下的八小时睡眠时间在人们一天中的时间占比三分之一,睡眠是人体器官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的关键时间,睡眠质量不好则会影响各个器官的健康,人们可以从睡眠中发现身体的异常及时调养。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,睡觉时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钟醒来,再无睡意,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从命理学角度分析,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暗示身体疾病,那我们该如何做有助于改善睡眠,恢复好的身体呢? 小酱汁接下来给大家具体说说。 一,凌晨三四点睡不着,暗示四大疾病。 一,肺功能异常。夜晚时各个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,肺部是半夜三点到五点的时间排毒,如果总是在这个时间段醒来,很有可能是肺功能出现了异常。 肺部气血不足,影响血液的循环,进而会造成全身的供血匮乏,大脑收到这个信息就会早早地醒来,这是提醒你需要对肺部进行保养了,别的不在乎。 二,脾胃不合。 脾胃论,脾胃胜衰论说,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,脾胃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,负责将人们摄入的饮食进行消化,吸收。 脾胃健康与否,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睡眠。 很多人如果晚上吃得过饱,则晚上很难入睡,就是这个原因。 脾胃不合,夜里会出现一惊醒,做噩梦等情况,要注意脾胃的养护。 三,脑神经衰弱。 当今社会,各个行业竞争都很激烈,人们大都面临着房贷、车贷、孩子教育等情况,生活压力很大。 有些人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状态,拼命地工作,平时也不太注意劳逸结合,总是让自己处于紧张的压力环境下。 时间长了,容易出现脑神经衰弱等情况,影响人的睡眠质量。 经常半夜三四点醒来,难以入睡。 四,抑郁症。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,因情绪障碍而长期处于悲伤、绝望、自我怀疑、无助的负面情绪中。 严重的抑郁症会选择轻生。 据报道,我国每年死于自杀的人中有50%以上患有抑郁症。 研究数据表明,大部分的抑郁症患者首发病例就是失眠和早醒,要引起重视。 二,有助于帮助睡眠的两个方法。 一,睡前喝一杯热牛奶。 研究表明,牛奶中含有催眠物质四氨酸,和对人体生理功能具有调节作用的态类。 这些物质都可以和中枢神经结合,对人大脑会起一种镇定的作用,让人安静下来。 零睡前喝上一杯热牛奶,有助于人们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状态。 二,睡前用温水泡脚。 人体脚部位穴位很多,睡前用温水泡脚能够去除脚部的寒气,使人体保持温暖,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,加快新陈代谢。 同时,有利于缓解一天的疲劳,放松身心,使人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。 因此,有睡眠障碍的人建议晚上睡前泡脚30分钟。 三,睡前散步。 晚饭后睡觉前,适宜到户外进行散步,呼吸新鲜空气,帮助体内消化。 减小睡眠后身体器官的负担。 通过简单的体力运动,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睡眠。 四,睡前梳头发。 头部有很多的穴位,睡前梳头主要是为了按摩刺激头部穴位,梳通头部的血液循环,消除脑疲劳,让大脑快速进入梦乡。 五,睡前做眼保健操。 眼睛疲劳会影响入睡速度,减弱睡眠质量。 所以睡前做眼部按摩或者眼保健操,可以使眼球放松,帮助快速入睡。 六,睡前不喝浓茶、咖啡、酒。 咖啡因容易使人感到兴奋,晚上睡觉前不要喝浓茶、咖啡等饮品。 另外,虽然有人认为少量喝酒有助于入睡,但这个方法对某些人却不见得起效,特别是失眠患者容易越喝越失眠。 七,红枣、麦冬、西洋生泡水。 晚上还可以适当地喝一些中药、茶饮帮助入睡。 例如用红枣、加麦冬泡水、西洋生泡水、酸枣仁泡水等等都有利于调节体质。 中药茶饮最好在睡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前服用,切记喝太多水影响睡眠。 三,通过风水改善睡眠。 从风水角度来想,如果你想要有好的睡眠,卧室风水也一定要不值得当。 一般来说,卧室的风水需要注意以下八点。 一,睡床的形状不宜选择圆形。 床有方形、圆形等区别。 在现代家居装饰风水中,很多人会选择独特的圆形床。 传统观念里认为,圆就是美。 于是,人们就以为圆床就是美好的象征。 其实还是要谨慎挑选圆床,尽量少用为妙。 我们人睡在圆床上是不利于定向,如果立向不定,就输不上纳气的好与坏了。 所以,固定纳好的睡眠气感很健康,使人的精神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, 难以达到真正的休息的目的,圆床还是少用为好。 二,睡床床头不宜无靠或者正对房门。 在卧室风水布局中,最好的睡床摆放位置就是床头靠墙。 那些床头没有依靠的布局容易使人胡思乱想,精神恍惚,缺乏安全感, 情绪上不稳定,从而会影响健康,事业。 能够改善睡眠质量的床头布局应该是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, 避免放置一些监涉之物。 还有,床头不适宜正对着卧室的房门,这也会使人精神不佳, 久而久之还会影响住的人的财运。 三,睡床上方不宜有吊灯。 在卧室吊灯风水中,通常认为,在睡床上方有吊灯是煞气重的,这对人的健康很不利。 同时,在心理学的角度也认为,这样的摆设的确会给人一些心理暗示,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人的心理压力, 还会影响内分泌,严重者会导致失眠,做噩梦等一系列健康问题。 因此,安装吊灯应该尽量避免在床的正上方,最好保持床的正上方是空旷的, 可以在床边放光线柔和的落地灯或者台灯。 四,卧室内的电气不宜过多。 卧室中的电气不能够太多,尤其是电视正对床脚。 从现代理学理念也指出,电气的辐射确实损害人的身体健康, 因此建议在卧室中尽量少摆放电气。 尤其不要将电视正对着床脚,不使用的时候要拔掉电源, 若一定要摆放电气,也要注意冷风出风口, 若直接对着人体吹,会干扰人体睡眠时的磁场调息。 另外,也不可以对着窗户和门口吹, 容易产生机器效果,也就是把原本要纳藏进来的气场给挡出去。 五,卧室也不宜过大。 卧室也不宜过大或者过小。 在古代风水之中处,屋大人少是雄屋, 认为大房子会吸人气, 所以建议卧室的面积最好不要超过20平米。 卧室的面积过大会导致人体因耗能过多而免疫力下降, 容易造成生病。 六,卧室既有阳台或者落地窗。 如果卧室中带有阳台或者落地窗, 那么同样也会增加睡眠过程中的能量消耗, 就容易导致失眠、疲劳等症状。 因此,建议选择不带阳台或者落地窗的房间为卧室, 或者给阳台或者落地窗挂后窗帘遮挡。 七,卧室不要太白,对比度太高。 卧室环境也会影响睡眠,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把房间装修得很白, 或者采用对比度很高的色彩,追求时尚。 这两种类型都不推荐, 整体空间的色彩最好淡一点,柔和一点, 老年人偏好深一点的色彩也没关系。 另外,最好选择遮光性好的窗帘, 以便营造黑而暗的睡眠环境。 八,墙面不要挂太多照片,干净为好。 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墙面挂照片墙, 在床头、桌面摆放视频等等, 其实太过拥挤, 太凌乱的卧室也不利于睡眠。 例如,床正对面设计一整面照片墙的做法很流行, 但这无意中会对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, 保持房间通透才有利于心情舒畅。 以上这些内容,大家可以适当了解一下, 若长期出现凌晨三四点钟睡不着的情况, 建议尽快到医院检查。 当然也可以试试小姜之介绍的这些方法,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,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